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我想说的就是我的耳势合集 我就打算从一些我平常戴的比较多的那种 比较低调的 然后越来越夸张的那种耳环开始 好了 我们现在快点开始吧 现在的脸稍微有一点油 因为我已经上了一天班 从早上大概六七点一直到晚上 现在六点多 就12个小时了 这个妆效其实还可以 我用的是MakeupFab的粉底 然后我眼睛这里稍微有一点黄了 是因为现在今天特别黑 然后我有一个灯 然后那个灯是黄灯 不是代表我擦了一个黄色的眼影 好了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快点开始吧 第一个想要介绍的耳环 就是我现在戴的耳环 我过一段时间会拍一个那种 2019年我最常用的时尚单品类型的视频 然后里面就会说到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我真的好喜欢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种很简约的这种圆圈 有一点点立体厚度的这种耳环 大家看到吧 它真的好好看 这个是我在某一家淘宝店上面买的 然后它就是非常的简约 配什么都可以 这个是我就是今年利用率最高的耳环了 然后我一般上班的时候我都用它 我有时候搭它的话配一些比较性冷淡的衣服 性冷淡是比较那种灰色系的衣服 配这个特别好看 然后有时候我穿的舒逆一点 配这个也很好看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存在度不是特别高的 但是又很有质感的单品 搭配任何的衣服都非常好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它唯一不好就是因为它是在淘宝买的嘛 就东西稍微来说价钱会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它就已经有一点掉色了 我给大家看了 大家看一下它这里 这个地方看到吗 就是已经有一点点金色那一块 已经有一点点掉了 对就金色那块已经有一点掉了 但是也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程度 我今天就打算这边一直戴着这个 然后这边就一直换着说 就我就会从我最日常戴的最多的开始说 然后一直到这不是日常的 后面要说这几个都是淘宝同一家店 大家看一下这个绿的 这款也非常的好看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绿色 然后它整个的质感都非常的好 这就大概是这样子 这超好看的 我很喜欢绿色 就去年不是流行色是绿色嘛 而且我本人也很爱绿色 超好看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出流行的那个蓝的这种 这家淘宝店 虽然能卖这种比较小巧的这种耳饰 这家淘宝店的耳饰相对来说都会比较贵一点 这个虽然之后呢 我再说一个也是他们家 我在他们家买的超 没有潮度挺多的 但是他们家的话有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 他们家的话都是那种小小的黑壳子嘛 然后我就那一天把淘宝的东西全部都开箱了之后 我以为我把这个黑壳子放在那堆垃圾里面 但是我忘记了 我就让我老公全部都把那些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 然后第二天早上突然惊醒就说 老公我在淘宝上面买的那个 就是那家电耳环那个小盒子 全部都扔在垃圾桶里面了 对然后就大早上的 我老公就串着睡衣去垃圾桶里面翻翻翻翻翻 他说翻了翻不到 然后我就说不可能翻不到 肯定是你朋友翻仔细 然后我自己又去翻了一遍 然后我翻翻 可是我也没有翻到 然后我还是不甘心 我就肯定了 我又让他翻了一次 然后在我很绝望的时候 我就回到我 我在我房间的抽屉里面一打开 就看到那个盒子了 装完这个呢 再说一个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珍珠的这一款 珍珠 然后后面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个 而且它小时是架的 然后有金色 还有一点点这个亮晶晶的这种感觉 这个真的戴上去超好看 我觉得耳垂可能稍微小一点的朋友 戴上去会比我的大耳垂戴上去更好看 超级斯文 我的耳垂超肥 对这个真的很老看 然后他们家呢还有一款 也是我很喜欢的 给大家敬调 先看一下 这个戴上耳朵也非常的秀气 然后它是金色带了一点 bling bling的嘛 所以真的超好看 我其实蛮羡慕那个耳垂比较薄的女生 那么戴这种耳环应该都会比我秀 水很多 我耳垂就特别肥 有时候显得很纯 对然后我这种很低调很低调的耳环 介绍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就介绍 比它稍微大一点点的耳环 但是也很适合日常通勤用的 我也先从一个淘宝的开始说 对这个做工非常的精致 然后它稍微有点存在感 你看我现在没有垃圾 你们都可以看到我有戴着 现在垃圾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这个超好看 这个我日常通勤的时候也会戴 但是就没有那些戴那么多 这个可能就是我想要那天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就会戴这个 然后我今天介绍的耳环 不是我所有的耳环 就主要是一些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刚入耳环坑没有很久嘛 所以我很多很多耳环买了 其实都很采类 我刚刚给大家分享一个最采类的 就是我买了 我觉得OMG真的 现在要分享的两个呢 都是我在澳洲这边的一家店买的 我现在想分享就是这个 其实我是在澳洲的一家那种 卖这种小东西的店买的 这个相比于别的是蛮贵的 不过在澳洲来说还可以 好像三四十澳币吧 你看不同角度颜色就不一样 我超喜欢这个质感特别好 而且这个款是很特别 我在别的家都没有见到过 我再给大家还看一个 也是他们家的 就是这个呢 这个超级无敌好看 你看上面有这种金色还有银色 还有这种不同 各种不同石头 不同形状的这种小石头的拼接 它虽然看上去很大吧 可是它戴上耳朵的时候 就不会特别大显的 就是显得很贵的感觉 这一家的饰品店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他们家东西不是很贵 可是戴上去的款式又很独特 质感又很好 然后也显得很贵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喜欢 哎呀我耳朵已经有点红了 你看 这个超级无敌好看 这个远看也是好看的 好红哦我的耳朵 这一家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超级无敌特别见的 然后现在再说一个也是这种size的 就是Chanel的这个了 我买的这个就是一个蓝色的这种 是他们好像去年吧一个系列 就有点海军风 这个我就给大家戴上 不过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太特别 就是很简约的一个Chanel的这个感觉 然后它是这种蓝色呢 我觉得还蛮好看 休闲的时候都挺百搭的 其实我很想买一个他们家有那种小碎钻的 但是我老公觉得这款挺休闲的 也蛮适合我的 对就我一般上班的话 我会避免穿着太多有logo的东西 我现在连我上班的包包都换了 这个说完之后呢 再说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K-SPADE的一个耳环 我在他们家买过两款耳环 这款是稍微小一点的 这个小白色的套心是他们家很经典的那个logo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我刚最近也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 有他们小桃心的这个包 这个还挺可爱的呢 我觉得K-SPADE他们家很多的首饰都值得挖掘 因为有很多很好看的耳环呢 小手链什么的 然后这个说完了 就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在他们家买的 这个也是他们家那个黑桃的设计 弄成一个小画 这个戴上去超好看 超可爱 很精致 然后这个系列他们还有那种长的那种 那种项链都是这种小花的 就是我也想买的 可是我戴那种项链的机会稍微低一点 我就没有入 现在我说过的这几个耳 耳环呢 他们那个针都会比较细一点 因为我的耳朵很肥嘛 对因为我的耳垂很肥 如果我用一个比较粗的针是很难捅进去 有时候会很疼 所以我都会用这种针 而且我戴这些战士来说都没有过任何过敏的反应 你看看是不是超好看 请看一下 这个很华丽的超好看 然后这个搭配裙子啊 夏天的时候也很好看 然后这个系列它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个纯金色的 我觉得那个也很赞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买一个这种感觉的 我就买了这个 那个金色的可能 过段时间就会把你入来 不过我今年在实施一个计划 就是我个人呢 我可能会过段时间拍一个那个什么 2020年的化妆品 就是只是彩妆的铁皮计划 我就想把那些东西用完 然后每一个东西用完之后才可以买新的 那我现在只是说说而已 大家看好红哦 就说完之后再说一个这个系列 就是我在买了一个日本的牌子的那个耳环 它两边这样子是不一样的 对一边是这样子呗 然后上面的它这个有一点像那种 就是国外有种小吃叫做Pretzel 它是有点像这个 然后后面是有点像摩天轮的感觉 然后它配套的就是这个啦 是星星 下面是星星 这一套戴上去超级好看 我的耳垂大的话戴不是特别好看 就代表下面露的这个摩天轮和那个 到星盘的那个就没有那么多 耳垂小的人戴上去就会超级无敌美 现在来说也是跟这个来差不多 稍微夸张一点点的 我来说一个澳洲这边的评价品牌 其实就跟中国淘宝差不多了 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牌子买东西 就是这个Luisia 我等等会写在那个上面 这个就是那种橡胶的红色的 然后很童真吧 而且它的感觉也挺复古的 这个超可爱 对啊就很可爱啊这个 然后这个说完之后 我再说一个也是在他们家买的 另外一个 我很多视频都有带过 然后询问度也很高的一款 这个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同款的 它没有什么特别 就上面一个金圈圈 下面一个这种棕色的圈圈 这个呢我承认它的质感做的没有很好 因为你看它上面这个金色这个地方 我没有带很多次 它都有这种坑坑哇哇的东西 所以它戴上去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这一款呢 我觉得在淘宝上应该有更多 就是比它还便宜 但是款是差不多的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发现 虽然我是个圆脸 可是我很喜欢很多圆圈的东西 我觉得姐姐也是继承了我优良的传统 她超喜欢圆圈点点的 戴久了现在把它穿得超疼 好了就是这种比刚才那很低调的来说 这个就是第二阶段的低调 我们现在就来个第三阶段 就是对我来说日常戴稍微有一点点夸张 可是我想要比较特别的时候我就会戴的 这个其实相对于我很多的那种来说 日常程度还蛮高的 因为它其实很可爱 而且它的金色是没有那么金的 存在多稍微低一点的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子 是不是看到很好看呢 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个头发披下来戴 然后在你的那些发丝中 若隐若现 bling bling 很好看 再说一个这个 就是这种绿色的 然后是这种 这样子 你戴上去就是这样的嘛 它特别特别好看 戴上去呢 也很有很酷很有型 这款戴上去就不会那么的 浮夸的感觉 但是呢也比一般的那种东西有造型感 可能背景有点太那个 是不是这个特别好看 然后它的那个绿色是黄色 绿色渐变的 做得非常的细致 这个也是在淘宝店买的 可是我觉得这一款 就整个款式和质感来说都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 我发现刷耳环我除了说我很喜欢 质感很好 没有什么太多的词了 这款的话我就比较建议休闲的入传会稍微好一点 现在呢再说一款就是我在APM买的这个 这个其实可以稍微来说稍微浮夸一点了 这个的话我去吃饭的时候有带过 这款就很好看啦 然后就是稍微比较浮夸一点点 是有绿色的珍珠还有金色的这种小水钻拼接在一起的 而且APM的东西呢 它们不算特别贵 但是质感来说都很好 还有它们的设计非常的好看 有今天很流行的那个珍珠的元素 这款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它其实有配套的那个 挂在耳朵这个部分的那个东西 我也带给大家看看 是一个红色的这个耳骨夹吧 我自己手指还戴不上 就算了大家就 然后这个就算了 大家就是想象一下它在耳朵上 这样子的感觉吧 我会放几张 我那天戴这个耳环的那个照片在这里 所以大家就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我刚开始戴耳环的时候 我自己都不敢穿过去 我全部都是叫我老公帮我弄的 然后像现在我很多耳环我也自己不会弄 我还得再把它帮我弄 大家会发现我在ATM买过很多手势 因为他们家手势我觉得价钱不是很高 而且流行度很高 质感又不错 再说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上面买 是我很喜欢的这种蓝色和黄色的这种拼接 这款戴上去就特别复古的感觉 而且就是有一点点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像Vintage的那种耳环 戴上去给大家看了 你看是不是特别好看 这款真的很舒适很好看 这款的话我觉得你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带会 就是很好看 我很喜欢 好对 然后我们再说这种比较夸张的这种 然后我顺便说一下 我踩了一个就是买的这个毛茸茸的这个爱心 他在网上的时候看就觉得 哇好可爱 戴上去肯定我是一个冬天的小甜心 可是戴上它就很像带了一个毛茸虫 在耳上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而且我耳垂已经很大了 它就完全把我这耳垂折住 就很不知所谓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要买这种毛茸茸的款式的话 我真的觉得需要试戴一下 因为如果我这边是可以退货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留着这个的 就女生对毛茸茸好像没有任何的抵抗 你看也是毛茸茸的这个 戴上去也不好看 而且我是看了很多买家秀 那些小女生戴上去都很好看 我才买的 结果 不然人家戴上是真的有趣 好了 然后现在再说一个也是APM的 这款应该出击力很高了 我很多时候都有戴过 其实是应该戴这边的 把这个拿下来 戴就这样子 这个很酷的戴上去 也是在APM买的是一种 一个小蛇 然后你看到它有这种绿色的眼睛 然后戴它的时候呢 我就会另外一边配这个 然后就刚刚好点缀嘛 因为绿色的 这个戴上去就特别的酷 然后看戴上去就是酷钩 你看存在度超高的 还有一个也是在APM他们家的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东西就很特别 就很特别 就是这个 Crazy 我买的这个颜色是黑的 上面有一点黑色的这种钻 给大家看一下 看 这款戴上去也是超酷的 然后我旁边就配一个这个 灰色的这种点点的就持续它很酷炫的风格 我进去看一下 Crazy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字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字 其实不是我觉得是我老公给我们买的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想暗示我这个 这款很好看 反正ATM的东西呢就是很多戴上去一个呢 就造型感就已经很足了 好了我们现在终于到最后一个类别了 其实还要很多 但是我的耳朵有点承受不了了 我们现在就是来说比较浮夸的类别 先从一个最不浮夸的开始说 也是APM的 就是这个了 就他们家很出名的这款呢 然后我出去吃饭的时候都有戴过 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看 这款就很好看呢 然后它把头发绑起来 或者是梳下来的时候都非常的好看 这个超特别特别很好看 但是我好好喜欢这个 这个是我在APM家买的第一个儿 华人是我自己选的 特别喜欢 然后这个说了之后呢 再说一个这个 这个牌子就是你知道那种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很流行 他们家那个项链 是个跳芭蕾舞的小人的 那个跳芭蕾舞小人的项链 是我这辈子买过质量最差的项链 而且它不便宜哦 它那个小人基本上你只要戴一两次 它就啪哒就会掉下来 所以我很不建议大家买这个小人 这个耳环呢 我暂时还没有那个问题 不过我对他们家的东西的好感度 不是特别高 要不是这个真的这么可爱的话 我是肯定不会买的 你看就这种圆圈 然后也有两个小鸟在那里 夏天的时候带着它 配个白T恤 或者是配那种小花裙子 真的是太可爱了 给它试一下 你看 是不是很好看 然后就这样子超好看很立体 然后这边上面 就是这种就是稍微想要有一点造型感的时候就会戴 但是这个金色和我刚才的APM的 其实日常的时候戴也是不错的 现在就要来说一个我个人很喜欢 但是戴上去就是非常非常的重的一个耳环 就是这个 看这个星星呢 下面是一个星星 下面是很多这种坠坠的星星 它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一般都是一边戴上这一整一串 因为它是可以分开的嘛 另外一边的话我就只戴这个星星 所以就稍 所以就来说稍微不会那么那么的浮化 我现在给大家戴一下 我应该是这边耳朵会戴这个 因为我这边耳朵有点太疼了 然后它是有给你这个 如果你想戴这个星星 它这个星星上面本来就有一个这个 耳朵的 然后它还给了你一个另外的这个耳朵 就是如果你只戴那个星星 不戴这一块东西的话可以用 这个呢是我所有的耳环里面 就是比较重的那种耳环里面 戴上去耳朵是真的是会疼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比较敏感的话呢 就不要尝试这一款了 但是它戴上去真的很好看 这个这么长的耳环 我个人也是建议头发放下来的时候会比较好 因为你头发绑上去的话就太着重于在你这个耳环上面 就整个人会显得 你很夸张的样子 除非你去蹦迪吧 你看就这样子的这个效果 我们现在就是想要睡觉 然后呢因为刚刚玩完然后又睡不着然后就哭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这样子就想着就让他们尝试自己睡嘛 好这个说完之后再说另外两个 这个呢就是一个国产的这个牌子 这个超级无敌可爱 你看它是有这个蝴蝶结 然后有一串是这种小珍珠的 这个牌子呢它是国产的一个牌子 而且它的价钱其实跟APM的差不多 有时候甚至还会比APM稍微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是物超所值的了 因为它的设计感很强 然后在国产的这种品牌里算是很出色的了 你看这个真的很好看 然后它因为是国内的设计师嘛 所以它我觉得会有一点中国女生比较温柔的那种感觉 看很好看 虽然它很大吧 可是戴上去不会很突兀 把它这种亮比较浅的这种银色 然后跟这个珍珠搭配再来进行俏皮 那么其他东西我都很喜欢 但是我个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贵了 因为这个好像是一千多人贵吧 它真的不便宜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买那么多款 然后现在再说一款呢 就是这个是哪个明星 G-Dragon吧 它带红的 这款就是很浮夸了 大家看一下 这款我觉得穿个白色的T恤 然后戴着这个就超级无地酷的 我老公很不喜欢这一款 他觉得太过于浮夸 可是我觉得会很酷 还是你们也觉得浮夸 你们觉得好看吗 就是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要登牌的感觉吧 可是就可能年会的时候戴啊 而且它上面的这种闪呢 真的做得很细致 这个牌子的价钱跟APM也是有一点点像的 我觉得蛮好看的 我的耳朵终于解脱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种草一点东西 然后拔草的话我就只有两 就是那两个毛绒绒的要拔草 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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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ь